近期蔡阿嘎前員工的AEB合約風波 讓他損失千萬元 還有網路上各種詐騙亂象 都讓人防不生防 而且你知道光是賣郵票 就能騙到一千五百萬美元嗎 這種詐騙手法可以說是歷久不說 還百年來不斷有人受騙至今未解 歷史上很多重大的金融詐騙 都來自這個詐騙手法 The Ponzi scheme 龐氏騙局簡直無處不在 你一定聽過的資金盤啊 老鼠會啊 也都是龐氏騙局的一種變形 那龐氏騙局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至今都還有無數人受騙 沒有學到歷史的教訓呢 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看清 龐氏騙局背後的邪惡話書 首先為什麼這個騙局會叫做龐氏呢 這是因為策劃這起騙局的詐騙始祖 就叫做Charles Ponzi 身為一個Italian的他 懷著發財夢來到了充滿希望的美國 他曾這麼說 起初他認真相信可以僅靠2.5美元翻身 但夢想很好 現實卻很骨感喔 Ponzi的美國夢可以說是困難衝衝 一開始雖然打了很多零工 但都賺不了什麼錢 還因為偷東西丟了工作 Ponzi覺得這樣下去不行 他都快要餓死了 這樣怎麼發大財 所以他轉移目標跑到了Canada 找一家私人銀行工作 那一開始確實發展還不錯啦 結果後來銀行破產創辦人捲款跑路 這次宛如雖神附身又失業的Ponzi 動起了歪腦筋 為了讓自己可以回到美國 他在空白支票上未找簽名 自以為聰明的他想說 不要寫太大筆的金額啦 那警察應該不會發現吧 但警察可不是吃素的 所無法拙劣的Ponzi 過沒多久就被發現抓去坐牢啦 初以後的Ponzi沒有閒下來 他回到了美國的Los Angeles 採取了他的創業之路 他出版了一個叫做 The Trader's Guide 的書籍 裡面記錄了對貿易上有用的資料 像是各種有關領事館海關等訊息 藉著他寫信告訴大家 我有在發行書籍喔 歡迎來刊登廣告喔 沒錯 Ponzi就是想要接業配啦 不過這種廣告聲音沒有那麼順利 聰明的生意人哪有可能 隨便投資一個來路不明的人 所以幾乎沒有人在他的書上看證廣告 這時候Ponzi收到一封來自西班牙的回信 信的內容是什麼 不重要 重要的是 Ponzi在這封信上看到一個商機 就是信封上面的國際回信郵票券 這一張小小的郵票券 讓他從乏人問津的魯蛇 變成了龐氏騙局的詐騙十足 等等等等 郵票的商機在哪裡 國際回郵券又是什麼 簡單來說 就是你在寫信的時候 如果期待對方回信給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信封上面附上一個回郵券 那這樣對方就可以到當地的郵局 兌換郵票 寄送國際信件 而鬼靈驚怪的龐氏發現 每個國家的回郵券的價格都不太一樣 而且當時又在一戰的恢復期 各國的壁紙也都不太穩定 所以他就從中看到了套利的空間 於是Ponzi成立的技嘉公司告訴大家 我可以到歐洲買便宜的回郵券 再到美國換成郵票賣掉 這樣你們只要把錢投資進來 45 天之後 就能讓你拿到50%的回報 聽到這麼高額的利率 大家當然趕快把錢拿出來投資 不只如此 Ponzi還想到了一個更高招 不用真的去買賣郵票 就可以空手套白狼的好主意 為了建立口碑騙取更多人的錢 Ponzi 把新投資者的資金 拿去支付舊投資者的利息 那沒錯就是挖東牆啦補西牆的做法 那準時拿到利息的客戶 當然就對Ponzi所說的好康 還深信不疑啦 於是他們要嘛就是趕快把這種好康告訴新門好友 要嘛就是把更多的錢交給Ponzi去投資 那這樣樓上就樓下的宣傳下呢 Ponzi 很快就吸引到了遠遠不絕的資金 他也趁是加大力度去宣傳擴大公司的規模 在短短一年內就有真的4萬多名的Boston人 捧著1500萬美元的資金投入Ponzi公司 Ponzi 的名氣也因此越來越大 買了豪車啦別墅啦還有箱子黃金的拐杖 跟牽著鑽石的煙斗 這我也很想要 而數大招鋒 Ponzi 的高調形勢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920年7月的Boston Post 請財經專家Clarence Walker Barron 著手調查Ponzi的業務 Barron 在調查後指出 這項計畫的投資總和相當於超過1.6億張 國際回郵票券 但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票券 僅有約2.7萬張而已 Ponzi 怎麼可能光靠賣郵票 就賺進如此巨大的財富 創造這麼大的資金規模呢? 質疑的聲浪越來越烈 Ponzi 只好向單要的投資者們 展示大量的鈔票 呃 表示安啦安啦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然而同年8月 Ponzi 聘請了公關人員 William McMaster 發現了他的騙局 掌握了他非法洗錢的證據 並揭穿了Ponzi 的謊言 接著金融監督單位 又在查核Ponzi公司的過程中 發現他根本沒有能力去償還債務 也沒有投入任何資金與相關郵票的業務 於是Ponzi 的詐騙手法終於破局 1920年8月11日 Ponzi 宣告破產 向政府自首這場龐氏騙局 也正式的崩潰了 你看這些天真的投資者 直到證據確鑿的地步 才願意攀然醒悟 面對自己投資失敗的事實 但在他們認清事實之前 早就損失了大筆身家財產後悔莫及 所以正確的投資理財非常重要 想要聰明投資 不輕易被詐騙的話 快來Amazing Talker 向專業的老師學習 什麼意思啦 你們這些人都怪怪的啦 Amazing Talker 是有一萬名全球家教 百二名學生 還是台港最大的教育平台 你們到底有沒有聽懂啊 而且 先上一堂體驗課 再決定要不要買 下課時間地點內容都可以自己決定 不知道你也太丟臉了吧 還有AI配對 幫你找到更合適的老師 而且什麼學課都有 像是數學國文化學都有 專業老師提供客製化的課程 沒聽過Amazing Talker 到底是有多咕嚕寡聞辣 太想生氣 對身體不好啊 對 對菜教也不好 反正點擊留言 我們還可以領取三百元的折迦券 我製救員 怎麼辦啦 那也真的Amazing Talker嗎 看到這裡 你可能會發現 龐氏騙局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畫個大餅 然後拆東牆補西牆而已 那為什麼龐氏騙局會這麼有吸引力 可以騙到這麼多人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標榜的 低風險 高回報 根本就是無法抗拒的他 誰不想要問賺不賠的投資呢 而龐氏騙局的策劃者 通常會先成立一個空殼公司 偽造不存在的投資計畫來籌募資金 講一些讓人聽不懂的專業術語 再承諾投資人高額的回報 並且號稱絕對合法 但實際上 他們是先用人脈吸引到第一批客戶 再用這筆資金去打廣告找名人代言 來增加可信度 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入局 接著利用後來投資者的部分資金 來給付早期投資者的利息 透過他們真實的獲利 讓這些投資者們嘗到甜頭 把口碑打出去後就簡單了 靠著被蒙蔽雙眼的投資者 浩康度胸部 就能輕鬆的吸引到更多新的投資者主動加入 不過因為龐氏根本就沒有實際上的投資郵票 所以當沒有新的投資者加入 或是大量客戶同時撤資時 就等於沒有金錢來源啦 而投資者們也不可能會再從Ponzi身上 拿到任何一丁點錢 所有的錢都落入了 從頭到尾都不勞而獲的Ponzi上 最終這場騙局就因為資金流枯竭而崩潰 所以你也可以說龐氏騙局就是一個巨大的吹牛的遊戲 也可以當作是老鼠會的前身 如果說Ponzi是這個吹牛遊戲的創始人 那麼把遊戲規則研究透徹並發揮到極致的 絕對非詐騙教父馬多夫莫屬 他的詐騙地角很甩龐氏好底條街 光靠著龐氏騙局 詐騙機率就高達650億美元 Bernard Madoff 曾經是華爾街的風雲人物 也擔任過全球第二大證據交易所NASDAQ的主席 他一手策劃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龐氏騙局 而且詐騙的時間整整持續了20年 詐騙機率更是高達台幣2兆 在Madoff 22 歲的時候 他創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 從事overcounter的那種小額股票交易 也就是說你想要買股票的時候 只要打電話給Madoff 他就會告訴你說 今天的股價是多少 然後幫你下單 雖然這些小交易不足以讓Madoff變得大富大貴 但至少讓他成功踏進了證券界的圈子 當Madoff的證券公司已經有點規模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聰明的決定 讓他的事業走向巔峰 那就是支持證券交易電子化 1970年代證券商對於書面交易的處理 已經超出了負荷了 電子化交易也開始逐步推動 Madoff意識到 這是他們小型證券公司脫穎而出的機會 於是他率先協助推動電子化交易 成為首批使用電腦螢幕看盤和交易的證券商 有了電子化交易的技術 Madoff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 他的證券業越來越有名氣和公信力 在1990年他成功登上了NASDAQ主席的位置 讓他的名聲達到了頂峰 有無數的人想要找Madoff投資 不過在一堆人要買股票的情況之下 Madoff要去哪裡找來那麼多機油股票買呢 這時候他想到了一個妙方 Ponsey Scheme 跟Ponsey一樣 Madoff一樣利用了後來投資人的基金 去發放原先投資人的利潤 讓公司好像處在一個穩定成長 永遠沒有虧損的狀態 對於投資人來說 這場交易雖然不會大賺 但也絕對不會虧錢 於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當然是開心的子願 把錢交給Madoff管理 但其實Madoff 根本沒有進行任何一筆股票交易 一切都是話術 那你可能會想說 都已經有Ponsey這個先例了 大家應該會有所謹慄才對吧 但Madoff可是城府很深的老狐狸 而且超級會演戲 他甚至僱用一堆員工 設計特別的城市在假裝 做國標交易 如果有查賬員上門的時候 他就會迅速把這個造假的爆表印出來 先放到冰箱冷卻一下 再故意把紙張弄得舊舊的 來規避證券會的檢查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Madoff做的天衣無縫對不對 不過還是有人發現了這間公司不對勁 這個人就是Harry Markopoulos 但Harry會發現Madoff的秘密完全是誤打誤撞 身為社畜的他 被公司高層命令設計出一款金融商品 並且要可以提供和Madoff基金相似的高回報 很有穩定性的商品 但Harry用技的千方百計 就是無法設計的像Madoff基金那樣的完美 他也藉此發現Madoff公司的收益率有很大的問題 其中一定有鬼 於是Harry多次寫了報告到證券會 檢舉Madoff的基金交易根本就是一場騙局 但根本沒有人理他 畢竟當時Madoff的名聲太好了 前全球第二大證券交易所主席 怎麼可能會是騙子呢? 因此雖然Madoff公司管理的賬面 竟然高達650億美元 證券會也沒有調查Madoff 但就在這時候了 Madoff的惡夢來臨了 2008年全球第四大的 Lehmann Brothers Holdings Inc. 倒閉金融海嘯來了 投資人開始對抵押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 紛紛要把放在Madoff那裡的現金拿出來 Madoff眼看著公司超過120億美元的資金 一點一點的被掏空面臨破產了他 只好把自己的罪狀和家人們坦白 我管理的基金事業其實騙人的啦 和兒子一聽 直接將父親的罪狀告訴了執法部門 於是70歲的Madoff被警方逮捕 並承認了11項罪名被判處150年的監禁 而他先前的騙局早已掏空無數人的存款面臨破產 讓數萬名受愛者一夜之千點入谷底 用完這些故事你肯定會很不屑 想也知道世界上不會有這麼低風險高保守的東西 只要多觀察及時收手 不會被騙了嗎? 事情才沒有那麼單純 Ponzy Skin 的策劃者很懂得利用權威效應 讓別人相信他們 他們會把自己打造得很像成功人士 或是去找一些射精地位高的專家學者 或是明星藝人來代言宣傳 讓你產生信任感 甚至是盲目地去跟風投資 就像是如果你看到股神Buffet 說很看好哪一支股票 那相信你也會超級想跟進 而且雖然說錢不是萬能的 但沒有錢萬能不能 金錢能夠保障我們的生活品質 帶給我們安全感 所以當我們手上的資金有點緊 說或是羨慕別人擁有更好的物質的生活的時候 就會特別渴望快速致富 這時候Ponzy Skin 就有了致命的吸引力 畢竟在你荷包縮水的時候 聽到有人標榜可以穩賺不賠 輕鬆賺錢的時候 先離到難免會有點癢癢 而且初期投資就能輕鬆快速的扳回利潤 就會讓你放鬆警惕 對他的信任越來越深 並進一步加大投資 但這個時候也代表 你已經不知不覺的落入了 Ponzy Skin 的圈套了 而且最終這些投資都將會寫本無歸 除了這些之外 在LINE 上面常見到的 標股群組 或是 Instagram 的 輕鬆賺外快廣告 也有很多都隱藏著龐氏騙局 有一個家庭主婦 他就有分享 自己在 Instagram 上 收到一個私訊 問他有沒有興趣接兼職工作 當時他的老公剛好因為出車禍 沒辦法上班 小孩也需要由他來照顧 家庭暫時沒有穩定的收入 所以他心裡是希望有更多錢的 於是衝動之下 他就加了對方的LINE好友 後來又被拉進一個投資群組 裡面有100多個人 那假的投資老師 就會推出一些投資方案 並表示只要投個15萬 就可以翻好幾倍了 讓這個家庭主婦非常心動 但他並沒有衝動下手 觀察了幾天之後 他發現每個人都有在 加入這個方案 心動 不如馬上心動 他便也跟著掉入這起司機騙局 而這個就是詐騙集團想要達到的 Band Wagon Effect 接著 他最後拿了15萬的存款 再加上20萬的貸款 去投資 投資老師一開始積極的 帶著他去操作 但某一天老師就突然跟他說 你下錯單了 需要再投35萬 才能重來一次 哎呀這時 他終於意識到自己被騙了 直接整個晚上睡不著 和先生坦白的說清楚事情的經過 隔天他們在一起去警察局報案做筆錄 幾個月之後警察打給他說 車手跟幕後黑手都被抓到了 對方調節完也答應還錢 才順利的把錢拿回來 啊 幸好有拿回來錢 如果是我貸款的20萬被騙呢 應該會直接被老婆殺死 聽完剛這個故事啊 你應該會注意到 其實龐氏騙局一直都存在 而且至今還有人受騙 Ponsey scheme 自20世紀初被命名以來 已經有超過100年的歷史啦 這種利用新投資者的資金 支付舊投資者回報的騙局 不僅在過去的歷史中引起了轟動 到現在還在不斷上演 甚至延伸出多種變形 像是1960年代出現的Pyramid scheme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老鼠會 他的原理啊 就是要賺會員的會費嘛 所以要不斷的鼓勵會員 拉新人進來啦 發展下線啦 你拉的人越多就有越豐厚的獎金 直到最後人數飽和 整個金字台騙局就會 砰塌瓦解 騙得你一分不勝 還有1994年發生在俄羅斯的 MMM騙局 當時的Mafrudi三兄弟 組建了一個叫做MMM的投資基金 他們和投資人保證 只要投資100塊美金 就可以在半年內回收500塊美金 而且還有高達400%的年終回報率 引起大家瘋狂搶購 呵呵 最後還是俄羅斯政府看不下去 發出公開聲明 對這麼高額的投資回報率表示懷疑 這才讓民眾恢復理智 發現所有的一切都只是 Mafrudi兄弟的謊言 到了現在虛擬貨幣 蓬勃發展 也開始出現不少投資騙局 比方說币圈傳銷的筆記組 BitConnect 就是一個知名的加密貨幣龐氏騙局 他們承諾高額回報 吸引了大量投資者 甚至有人說自己是17歲的加密貨幣 百萬富翁 在社群媒體大力宣揚自己的投資經驗 最後 BTC在2018年崩潰 投資者損失數十億美元 看到這些龐氏騙局那麼猖狂 美國政權交易委員會 社群聯邦貿易委員會 設立了專門的詐騙報告和處理部門 加強對投資詐騙的監管 而歐盟也通過同意的金融監管機構 加強成員國之間的資訊共享 打擊跨國的龐氏騙局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記載龐氏騙局的影劇跟書籍 比方說電影的 The Wizard of Lies 跟紀錄片 Madolph the Monster of War Street 就詳細的描述了剛剛提到的 詐騙教父Madolph的《驚天騙局》 還有龐氏騙局始祖Ponzie的《資傳》 和《回憶錄》等書籍 都讓我們更加了解了詐騙者的手段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你有聽過什麼詐騙的故事呢 都歡迎在底下分享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讚 或是分享給身邊喜歡歷史的朋友 看更多驚奇的歷史故事 ORTUNE 進來